没有一个韩红能笑着走出这个视频 这是2014年某歌唱选秀节目上的名场面 把坐在台前的韩红祈祷直翻白眼 这档节目的出发点是为更多优秀歌手提供展示的平台 然而却没想到现场突发状况不断 更是有许多奇葩歌手前来砸场 场面一度混乱到让韩红都招架不住 前有小妹妹直呼韩红大胖子 后有高音歌挑战韩红的权威 她不服韩红的青藏高原 想与韩红一较高下 可她一开口直接把台下的评委们都唱笑了 韩红瞬间实话 黄晓明硬是憋着不敢笑出声 此外还有更奇葩的唱跳歌手一边跳舞一边骂人 韩红实在看不下去只能叫停 毕竟这样的唱跳看多了容易原地昏厥 还有这位自信歌 差点让韩红的心脏受不了 但接下来的选手并没有给韩红喘息的机会 甚至让韩红直呼要疯了 韩红只能亲自教授 韩红只能亲自教授 你先起波兰 跑起了我 来吧 你先起波兰 来我吃 你先起波兰 唱 你先起波兰 滚 你唱我能不能唱准 你先起波兰 唱 你先起波兰 再见 你把我灌醉了 你把我打晕了 我跟你说 你确实把我灌醉了 我跟你说 上个节目能遇到这么多妖魔鬼怪 当之无愧是韩红的历险记 韩红为什么宁愿倾家荡产 也要做慈善 这还要从2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说起 那是一次重大的缆车事故 由于景区无良商家的违规操作 导致缆车上14名游客从高空突然坠落 事故中唯一幸存者是一个两岁的孩子 在缆车坠落的瞬间 他被父母将他双手高高举起 才免于遇难 他叫潘子浩 韩红以他的故事为原型 为他写了感动无数人的歌曲《天亮了》 并答应要资助这个孩子 2005年韩红火了之后 得知最爱的奶奶离世 她的人生瞬间陷入低谷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奶奶离世前 曾经告诉韩红 让他多做善事 这也成为了他战胜抑郁最大的动力 所以他就开始近乎癫狂地做慈善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条路这么难走 在一次慈善晚会上 韩红呼吁明星们 为山区孩子募捐善款 可没想到当天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席 所以韩红觉得很多明星根本不配当明星 在韩红眼里 说错话得罪人都算是小事 但别人的质疑和不理解才让他寒心 2010年周期发生泥石流灾害 韩红凌晨4点就出发赶往现场救援 但因为遭遇车祸 他被压在车底 好不容易才被救出来 就是这件事让韩红被人质疑作秀 2008年的汶川地震现场 韩红也奋不顾身加入了抢险救灾的队伍 2012年他成立基金会 透明程度居全国第一 武汉已经爆发 韩红的基金会第一时间 就将筹到的善款捐给武汉 这几年来韩红越来越低调 似乎不再参加什么活动 但实际上他把时间和精力 都贡献给了慈善事业 他甚至想 如果有一天做不下去了 干脆就去长城捡垃圾 这样的责任感 或许是圈内很多明星 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是董卿在台上 脸色最难看的一次 在一次选秀节目上 董卿夸歌手高音唱得好 可没想到韩红一点面子都不给 当众打脸 他称董卿是门外汉 不懂就别乱评价 这让董卿第一次露出了 十分难堪的神情 韩红在对待音乐这件事上 非常严格 他的唱功和创作实力 都在很多歌手之上 本着对音乐的执着和认真 他经常参加音乐节目 作为评委 韩红的耿直是出了名的 在某个选秀节目录制时 有两个穿着朴素的歌手 说自己是流浪歌手 还在台上动情地讲述流浪的故事 可台下的韩红却全程黑脸 还没等他们说完 韩红已经听不下去 直接开队 原来他们根本不是流浪歌手 其中一位还当过演员 客串过多部电视剧 还录过真人秀 甚至还参加过央视的《非诚6加1》 用撒谎的行为换取认可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侮辱 更是对龟子的蔑视 而对于音乐的专业性 韩红也零容忍 曾有一些自信满满的歌手 自诩能力超强 结果开口唱歌却令人震惊 韩红一针剑鞋 当众揭开了他的遮羞布 你唱成这样就敢来给老韩唱 你唱自己的作品 相信没有一个是现场唱的 你所谓那个唱全是环音 身为一个歌手 韩红深知自己要对观众负责 因此他不仅自己十分真诚 也会有同样的标准 要求自己选出来的人 毕竟音乐是一片不容玷污的净土